玄德道院的众仙佛慈悲为怀 为了协助各地信众们的疑难解惑 所以大开方便之门 分别在台湾北中南以及礼岛有四间分宫 就近解决信徒们生活上的疑难困扰 而四间分院分别是桃园玄明宫 斗六玄善宫 嘉义玄义宫 以及金门的玄右宫 而接下来制作单位将带各位观众朋友 一一走访台中玄德道院 从北到南的四大个院 台中玄德道院组织非常的完整 他们不但目标一事 厌警一事 而且任务一事 还有四个分院 包括金门的玄右宫 包括桃园新屋的玄明宫 包括云宁斗六的玄善宫 还有嘉义铺子的玄力宫 观众朋友你们可以借尽 看你们的地方 较旧的地方去那拜拜 星辰则灵 我拜托布比 桃园县新屋乡 位置于桃园县的西南边 有着与你之乡的新屋 是一个克海的乡镇 而桃园玄明宫 正好位于这好山好水的岭山圣地 多年前 吴昌明主委 就仲仙佛的指使之下 在新屋乡中华南路上 创建奔院玄明宫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 祝寿也是希望把 我们的关圣地区的 这个伟大 以及对人民的照顾 更之利用祝寿 来给它发扬光大 桃园玄明宫庙内的众仙佛 近年来对于当地地区的 发展与护佑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延然已经成为了 当地百姓最重要的信仰之一 而桃园玄明宫在创建初期 因为各项资源极为缺乏 但是受到仲仙佛的批佑业加持 本来看似困难的建庙过程 却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 第一次给我感应非常深的 其实郑志跟崇商 这是另外一回事 最主要的 他提醒我 要关怀令职 关怀令职 然后有缘修焚 焚后有一个低蛙 被人走了一条路 所以当初我也感觉到 奇怪 开始这个 因为那时候对这个不了解 所以一个迷惑 后来我们就有一个时间 跟我们的民师一起 到我们祖先的坟墓去看 果然跟师父讲得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谎人大悟 怎么会有这回事 怎么 仙佛怎么那么准确 跟那个师父开示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才会放弃 这个从政 仙佛在楼下祭祀的时候 他就开始 桃园就是有劳 有劳无昌民 说能够说当他一个主事 主任委员这样子 我认为是说 我先生怎么去跟 各个工堂去互动 我都全力以赴 包括他任何工程去请示 也都OK 我知道这个仙佛的一个 真的存在 真的很灵业 但是呢 当我们真正要 要一个 要来主事一个工堂 那时候我就很极力的反对 我那时候的反弹 真的很激烈 也是说 那时候我还没有走进去 然后就说 你走口入魔 你干脆去做妙工 你干脆离婚好 甚至我都讲这种的 很冲动的话 那时候都还没有 跟仙佛结语 等到那段时间 后来因缘巧合的时候 时间到的时候 很多的工程 很多事情 说坦白的 我来这里 吴昌民不知道 我们主委不知道 我来这里顶 我就说 你如果真 我那时候就跟仙佛讲 我说 如果你真的可以显身微 让我看到最现实的一面 所以一路走过来 它真的是让我很多 很奇迹的 很多奇迹的事情发生 让我不得说 原来这个仙佛 真的是很灵感 所以说 我说 那就是我们代天命 所以说 我们必须要做 这些的事情 所以说一路走过来 我们真的到现在来讲 真的非常非常 我们要感恩 感恩仙佛 让我一路走过来 让我现在有更大的能力 能够帮助 需要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慈悲无比的主席恩师 南天文恒顺地 亲民更爱民 照顾每一位虔诚的信徒 无畏不至 小从生活点滴 大到事业工作 人际课题等等 而不管是各种疑难杂症 都能够让信徒 得到好的解答 更重要的是 可以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我们标到一个拆厂房的工程 当初我标到的时候 我也请示我们的师傅 师傅开示 就是说你如果要注意安器 在切割时要小心 之后我就转给我朋友做 结果做到礼拜六 那天下午三点多 就发生那个安器爆炸 就整个工厂就化为零了 这表示说我们宣伙 有一支来告诉我 好家在也是转包给人家 桃园玄冥宫应天成韵 秉持着济世救人 度化人心 公益社会 以及发扬固有道德文化的宗旨 在地方帮助众多需要帮助的百姓们 而玄冥宫主委吴昌明先生 因为长期受到先佛的护持 与朱佑之下 也因为感念众先佛的慈悲之心 所以吴主委为人谦卑 并且认真积极服务大众 也成立了许多的社团 发扬以及推广民俗艺术 也借由着道学生奖 请发众生会庆 尽得修道 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 真的先佛给我启示了很多 所以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启示这个先佛 先佛只是我们方针 明确的方针 我们才可以勇往直前去做 我们玄冥宫 是我们新牧乡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自然只要路过我一定进来参拜 对地方很有贡献 而且也凝聚了我们乡亲的一个力量 向善的一个力量 而且也帮助很多贫苦的人家 度过了很多的困难 拜拜爱台湾是一个专门为了弘扬全省圣灵公庙 与神佛显圣事迹的宗教节目 诚心邀请台湾全省广大的公庙单位 共相盛举 透过我们拜拜爱台湾的实地采访报道 弘扬各大济世度人的宫坛灵庙 见证有灵有圣的先佛视线神机 欢迎全省各方圣性大德来解善缘 敬请各位观众朋友锁定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九点到十点 世界电视台拜拜爱台湾 联络电话02-8791-1585 02-8791-1585 02-8791-1585